太后还是很欣慰的 这孩子很听话也很孝顺 比他那儿子可好太多了 也希望能尽快有好消息 其实说他不急那是假的 皇帝都三十了 按理说孩子都该满皇宫的跑了 未应离开慈宁宫就打算去找皇帝 至于找他干嘛 当然是去要孩子 他不想看母后难过的样子 他会心软的 小宁子 陛下在哪里 回皇后 陛下此时在御书房呢 好 去御书房 路上看到好看的花 未应欣养的摘了一朵 打算送给那个皇帝 一段时间没见都忘了 他尝什么样了 御书房里 蓝湛看了会折子 脑海里又浮现未应的样子 这段时间 他都只能靠这点闲暇时间想想他 想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 陛下 蓝湛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可看向门口又没有人 在心里嘲笑自己都出现幻觉了 可下一秒 那个熟悉的人就直接跑进来了 手里的折子掉在桌上 刚才不是幻觉 他真的来找自己了 心里激起千层浪 卫英小跑过去 笑眯眯的盯住蓝湛看了一会 于是把收在后面的花地给蓝湛 给你的惊喜 咦 花瓣去哪里了 看住光秃秃的枝鸭 卫英的脸一下就垮下去了 肯定是刚才跑太快 花瓣都掉了 先他这副表情蓝湛立马接过来 谢谢你的惊喜 我很喜欢 可是花瓣都没了 一点都不好看了 好看的 我就喜欢这样 真的 那你口味可真独特 蓝湛朝他招手 示意他过去 卫英走到蓝湛跟前 然后就被拉过去 直接坐到了腿上 卫英也莫表现出不适 只觉得这人怎么和之前不太一样了 表情依旧是那副欠奏的表情 可动作又有点温柔 接着额头上被人轻轻地擦住 下次别跑 都流汗了 我想快点见到你吗 怎么 想我了 母后要我多陪陪你 原来如此 你不喜欢我来找你吗 不是 随时欢迎你来 其实我来找你是有目的的 说说看 母后想要孙子了 所以我来找你要 找我要 你知道怎么样吗 这个母后莫说 傻瓜 别理她 可是我都答应了 我不想让她失望 放心 我会跟她说的 你只要好好玩就好 奇怪 魏石魔这个老混蛋变得这么好了 这转变也太大了 之前跟她都有点水火不容 怎么一段时间不见就成这样了 难道是有什么阴谋 魏英脑补了一出乱七八糟的 最后几倍一凉哆嗦了一下 蓝湛还以为喀冷 自觉地搂紧了怀里的人 自从魏英答应了 太后会给她抱孙子 就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目标 每天都去黏住蓝湛 偶尔给她带一朵花 因为上次蓝湛说喜欢没有花瓣的 所以魏英每次都亲手把花瓣扯掉 所以御书房的花瓶里躺住几只光秃秃的枝鸭 每次蓝湛一看到就手抚额头 只能无奈地笑住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 蓝湛时不时地看住门口 果然莫多久就听到一阵不规律的脚步声 蓝湛都能想象得出她一蹦一跳的样子 魏英照常来了 只不过这次莫带树枝 只见她怀里鼓鼓的 不知道又带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蓝湛还有点期待 一进去魏英就直接坐进蓝湛怀里 并没有觉得这个姿势有多不妥 因为陛下好像喜欢这样抱她 蓝湛伸手戳了戳鼓起来的地方 怀里是什么 你猜 我猜可能是吃的 哇 你怎么猜到的 傻瓜 一坐过来就闻到味道了 看她脸颊两边红红的 鼻尖有点薄汗 习惯性地伸手给她勾走 最近天热 不要老是跑来 可是你都不去找我 我不去找你不是很好吗 可以肆无忌惮地玩 莫人管你 可是要生宝宝啊 魏英 以后不要再说这些话了 你现在不用考虑这些 蓝湛的语气一下就严肃了起来 魏英立马闭上嘴巴 她不知道怎么又惹住她了 你生气了吗 没有 明明就生气了 蓝湛也察觉到刚才的语气有些硬 但是她不想魏英整日提孩子的事 她还什么都不懂 甚至连怎么要孩子都不知道 还以为只要黏在自己身边就会有孩子 只能耐住性子认真开导 我没有生气 只是我们现在不是合药 你并不爱我更不懂什么是爱 要有爱才可以给我小宝宝吗 对 那你爱我吗 魏英问的天真 蓝湛却一下被这个问题问住了 她爱魏英吗 一开始对这份亲事 她是不抱希望的 皇后谁来当都可以 一开始和她斗嘴玩闹还觉得幼稚 可现在学会了思念 每天一到时间就期盼限到她来找自己 或许自己是喜欢她的 但还没有到让她为自己生孩子的地步 至少得让魏英成熟一点 而不是糊糊涂涂的旧药 万一怀了之后她嫌累 突然就不想要了呢 那到时候该怎么办 害的也还是魏英 她还是小孩子 可自己是成熟的大人 必须得有十足的把握 不然不会轻易害了她 魏英 我们先不说这些 你回去吧 魏英捂住胸口的食物 眼泪毫无征兆就掉了出来 蓝湛瞬间慌了 只付轻轻给她擦拭 怎么哭了 不是说这是小珍珠吗 怎么舍得流出来 你不爱我 那我要那磨多小珍珠干嘛 让她全部流光好了 说完哭得更凶 蓝湛哄都哄不过来 她难以想象一个人的眼泪 怎么会这磨多 害得她擦都擦不过来 好了好了 不哭了好不好 不好就要哭 魏英一旦闹起 脾气来不哭够是不甘休的 靠在蓝湛肩膀上 一个劲地流眼泪 蓝湛哪里 见过这众阵仗 什么大风大浪 她都不怕 唯独怀里 这个小家伙给她犯了难 哭得凶了开始难受 放恶心 想吐又吐不出来 眼眶红得不像样 额头上还一阵一阵地流汗 这次是真的把蓝湛吓住了 陆安 快叫太医 陆安跑进来 一看又立马冲出去叫太医 蓝湛给人顺住背 然后抱到一旁的偏店 魏英 不能再哭了 那你 爱不爱我 爱 最爱的就是你了 听到 这话魏英才慢慢停下来 只是还是难受 脚的胃很不舒服 身体还在一抽一抽地抖 魏英吸住鼻子 眼眶也红 探注可怜极了 太医匆忙赶来 结果检查一番 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 看陆安来时的模样 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 陛下 皇后 没识摩大爱 只要保持心情愉悦 就没神摩世 可她刚才吐了 这只是哭得 凶了 才会这样的 蓝湛反复确认魏英 是真的没识摩世 才放人离开 倒是把太医 下个半死 缓了一会 魏英才把怀里的东西 拿出来 这是 她去御膳房 自己做的 小宁子说 如果陛下知道 这是自己做的 肯定很高兴 我 给你 做了吃的 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 偶尔还打哭嗝 蓝湛哪里 还敢说不 怀里的人 就是有魔力 能让自己 一而再再而三的心跳 她从不喜欢 吃这些小点心 可是这是魏英做的 尽管看主 不尽人意 可她就是很想尝尝 正准备去拿 就被魏英掀了一步 魏英拿住 点心味道 蓝湛嘴边 啊 蓝湛没张嘴 倒是魏的人 嘴巴张得大大的 可以看到 里面粉嫩的舌尖 口水莫多住 差点流出来 看她这么样蓝 湛终于体会到 什么是心都化了的感觉 然后掰了一块 点心送到魏英嘴里 堵住 她那流口水的嘴 魏英边嚼边 对助蓝湛埋怨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